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牡丹代表了花开富贵 所以呢 这幅画代表我对大家的祝福 我祝大家 何堪美美 吉祥主义 富贵平安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千照 清泉时尚流 好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活在五点》 我是主持人Mili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W1TV Live 就可以在YouTube上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 那前面那段小视频呢 我们也看到了是在我们加拿大长大的一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中文学习得真的是非常好 对于我们这个古诗文也好 国画也好 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也好 都有一定的基础 可见这个家长的教育培养啊 自己老师的这个培养啊 在我们多伦多呢都是不错的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地邀请到了这位小朋友 他呢就是王晨瑞小朋友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能不能请王晨瑞小朋友 和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我的名字叫王晨瑞 我今年七岁了 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 好的 谢谢王晨瑞小朋友 我刚刚看到了你这个背的古诗词句 然后呢包括你的这个国画 真的是让人很过目难忘 因为你好像你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吗 只是我妈妈是中国人 对然后呢就对你这个中国文化的教育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努力 我看到你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为什么喜欢中文 以及你是怎么样去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呢 我小时候想学习中文 是因为我想要给我爸爸带一个小翻译 那如果我们在中国走丢了呢 那我的爸爸跟别人说话 别人就听不懂了 所以我需要翻译给他 如果我们在饭店里 哎 饿了 那我爸爸来给点一个餐 他也不知道怎么读中文字 所以呢 需要我给他读中文字 然后呢 再 给我的爸爸翻译出来 我长大以后呢 我发现 我学习中文 还是挺有帮助的 我觉得学习中文 会给我带来很多机会和荣誉 比如说呢 2019年 我带我的爸爸去南京 坐了很多高铁 在江苏卫视上追满我 作为了小主持人 我获得了全球华裔 作文比赛优秀奖 我还获得了 新台主播多伦多 教儿主的第二名 好的 谢谢我们王成 王成瑞小朋友啊 那一开始 你这个初中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去帮助自己的爸爸 因为妈妈是中国人 但是爸爸不是 这样子去到中国的话 可能对爸爸就比较困难 那出于一种帮助爸爸的原因 你去学中文 但是慢慢慢慢的 在中文方面学的比较好 的一些成就呢 让你更加有决心 更加坚定的去学习 我们中国的文化 把这个呢 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 那么除此之外 我在这个小视频当中 还看到你有这个 国画和书法的这样一个学习 那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些 这个国画和书法的 接触和学习呢 我试过一点点 国画 我的国画老师 是一个 是一个著名的国画家 他的名字叫做 沈阳老师 那我觉得 那我很喜欢画画 我画过 马克笔 水彩笔 还有丙心 我最喜欢的就是 国画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 国画很酷 怎么酷呢 是因为在中国里 有很多古诗 对吗 这些古诗都很美 比如说像 白毛福绿水 红掌波青波 明月松千照 清泉石上流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芬妮片 日边来 我看到 这个黄晨智 黄晨智小朋友 在这个 背古诗的过程当中 同时也有 把这个表演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 你不仅仅是会背 你对于这个里面的意境 其实也是有所了解的 因为你表演的 非常的正确 那我觉得 这个是挺难得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吧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小孩子 大概背古诗 就是为了背古诗 但是在你的身上 我看到了 你这个教学的方式 非常的好 除了背古诗之外 他们也让你理解了 这个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那除此之外 我还听说 你还会茶艺 因为茶艺 就算是我们自己 本土的中国人 其实会的 也不是特别的多 那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这个茶艺方面的学习呢 我会一点点茶艺 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里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的老师教过过 一点点茶艺 但是我会一点点功夫茶 非常非常有趣 对是这样子 茶和咖啡很不一样 咖啡呢 只能冲泡一次 茶呢 能反复冲泡 那咖啡呢 如果反复冲泡的话 那就像水了 一点点一点点 没味道了 对 那又回来倒茶了 茶呢 就像鲁童的 七碗茶哥一样 一碗好稳润 两碗破孤闷 每一次 每一碗茶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和感觉 那王晨瑞小朋友 自己喝茶吗 我还是喝一点点茶 是因为我不想要永远是很小的呢 所以我不是会喝很多茶 对对对 你还小 就是这个慢慢慢慢可以喝茶 然后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中国更多的中国文化 那除此之外 我发现你很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 那你有没有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文化呢 是的 我觉得会有 我很喜欢做一个中国人 那么 那么 有 有很多礼仪和传统的中国文化 需要我们来继承和传播 那你还会继续跟着老师学习吗 我还会 比如说像三次经 比如说像三次经里边的荣次岁能让离 代表的是需要尊敬兄长 那么还有呢 那么还有呢 就是 香酒灵 能温习 代表的是 需要尊敬父母 最后一个呢 就是 城门力学 代表的是 需要尊敬老师 那 我会希望 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喜欢中国文化一样 像他们喜欢中国的美食一样 我都流口水了 好的好的 的确是这样子 刚刚就像你说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呀 除了这个好吃的美食之外 它的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典故 每一本书 里边的孕意是非常的丰富的 其实作为 我们下一代人 我们下一代中国人 的确是应该要去学习这些东西 传扬这些文化 嗯 还有呢 我 我忘记了说书法的事情 那 我平时是 喜欢写书法的 我念书法是为了 呃 练习我 国画的 呃 劲巧 那 每一次 每一次过春节的时候呢 家里面的队联和福字 都是我写的 哇 这么厉害 爸爸妈妈肯定很自豪 我给您看一看我书法的作品吧 好的 这个写的是 一日之际在余城 哇 这个字写的非常好看呀 谢谢 是上年写的 很厉害 很厉害 这个是煮茶 有一个茶在下面 这个茶壶是你画的吗 是我画的 然后这个 是我的小杯子 是的 我看到了 非常有意思 还有呢 这个 一个石 床前月光 仪式 地上风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个字 非常漂亮 一个七岁的孩子 能写这么好看的字 非常不容易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 在多伦多的小朋友们 中国的小朋友们 应该都向你学习 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发扬到 这是六岁的时候写的 对 然后呢 我觉得我能 更加的努力 我觉得 我能写的 更好 好的 谢谢王晨瑞小朋友 我长大以后呢 想要作为一个书法 书法家 书法大家 好的 可以看一下 王晨瑞小朋友 今天你是在电视台 说了这样一个 好演壮志 你一定要记住 你自己说的话 我们给你录了下来 这个是我国画作品 嗯 这个是四瓜对吗 对 然后下面有梯 能看见吗 嗯 看到了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的确如此 所以王晨瑞小朋友 如果想成为一个 一个书法大家的话呢 也是要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日期 一月雷 那么也希望你在你自己的 这个 把我们的中国文化 传播给更多的人 也谢谢你 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 在这个我们多伦多 也希望各个人呢 能通过你的这个事情呢 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谢谢你 也希望你 并向成真 谢谢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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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